安山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钢铁工业城市,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中国第一钢铁工业城市,有着共和国港督的美誉,安山因市区南部一座形似马鞍的山峰而得名。 1937年,安山正式建市。1953年,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为省辖市隶属辽宁省,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安山钢铁集团公司,即安钢集团公司,简称安钢集团或安钢,成立于2010年5月,由原安山钢铁集团公司简称安山钢铁和潘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潘钢联合重组而成。 安山钢铁始建于1916年,是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最早建成的钢铁生产基地。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后签订了朴茨茅斯合约,日本夺取了原由俄国控制的长春至大连之间的南满铁路和旅大租界地。 1906年,日本为加强对东北的政治和经济侵略,于大连设立了南满洲铁道诸事会社,简称马铁作为在经济上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大本营。 1909年8月,马铁派人对安山地区进行非法的秘密探矿,先后调查了铁石山、西安山、东安山、大孤山、樱桃远、关门山等事余座铁矿山,发现安山地区是开矿建厂演练钢铁的宝地。 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提出掠夺多安山地区钢铁资源的计划,由大汉奸、于冲汉和日本人两天迷住出面,组建中日合办振兴铁矿无线公司。 1916年7月中日合办振兴铁矿无线公司总局在奉天成立,资本14万日元,名义上中日投资各办,实则由满铁全额出资。 在千山设采矿总局,两年后总局千安山,1917年获得了大孤山、樱桃远、东安山、西安山、王家步子、对面山、关门山、小林子、铁石山等八个矿区的开采权。 1916年,日本政府批准建立安山制铁锁,1917年4月3日举行地震计,动工修建高炉。 1918年5月15日,安山制铁锁正式成立,八田玉太郎任安山制铁锁所所长,建厂工程大部分在年底完成。 1919年3月,链胶厂开始生产焦炭,4月29日,1号高炉点火,标志安山制铁锁正式投产。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据安山制铁锁,记载,1935年到1945年,昭和制钢所及满洲制铁会社。 安山工厂累计生产生铁905.6万吨,钢547.4万吨,钢材327.8万吨,1948年安山钢铁公司成立,一年7月9日在废墟上开工,恢复了生产,并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安钢已形成从采矿、鲜矿、链铁、链钢到闸钢综合配套,以及焦化、耐火、动力、运输、冶金机器、建设、技术研发、设计、自动化、综合利用等辅助单位组成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钢铁主业已形成安山、鲍鱼圈、朝阳三大生产基地的发展格局,成为以汽车板、加电板、集装箱板、船板、重轨、石油管、管线钢、容器板、冷炸硅钢等为主导产品的精品钢材生产基地,安山钢铁,1956年,摄影,汤姆哈金斯。